好的,我們會製作圖塊 也會插入圖塊 但是遇到的問題就是 另外一個檔案要插是沒有辦法插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一個功能叫寫出圖塊 那按鈕的話是在 這個地方 WBlock 快速鍵是W 那它有兩個功能 我執行W 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選圖塊 用選的 我已經做過了我就選了 選了 然後跟它講 你要存到哪 真的把它存出去 所以我就跟它講 我想存到 假設我的桌面好了 我開一個新的資料講 然後名字是雙人床 來,好,按儲存 然後等一下我按這裡確定 這邊左上角會有個黑黑會跳一下 它是滿快的 你就是注意一下 有沒有,啪一下就過去 它就是做了一個圖塊 並且做了一個縮圖 而且存檔存出去 所以第一個功能是 選擇已經製作好的圖塊 然後給它入鏡之後 給黨名 它就存檔存出去 存檔存出去之後 真的在這個檔案上 這個檔案裡面 就真的會有這個東西 就真的會有一個檔案是 你剛剛存出去 所以它會有兩個檔案是我存出去的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是 來,我這裡還有留一個 我還沒有做圖塊的 第二種方法是WBlock 你也可以跟它講 我直接這些東西 然後訂基準點 也就是馬上做圖塊 馬上寫出去 可以嗎 馬上做圖塊 馬上寫出去 然後 寫出去的時候 當然要給名字 這樣好了 我故意給個不同的名字 這是紅色的沙發 因為這是白的 這個是紅的 那按儲存 等一下我按確定 這裡一樣會跳一下 它會跳一個縮度 然後存出去 所以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有一個白色 也有一個紅色 白色的部分是 剛剛已經做好的 紅色是新做的 紅色是新做的 新做的 可以嗎 好 那再來 所以現在知道WBlock的用法 一個就是挑 然後存檔 存出去 一個是馬上做 馬上存出去 兩個做法 好 那怎麼用 怎麼用 假設我到新的檔案 現在我要客廳 我要插入沙發 所以我一樣用insert 插入 這時候 因為我是不是沒有 這個我們叫內部圖塊 我們現在沒有內部圖塊 所以我就必須按瀏覽 跟他講我要去找外面的圖塊 假設紅色這一組 按開啟 紅色這一組開啟 然後這些我就不變了 按確定 是不是我就可以把它插進來 插進來我就放在我要的位置上 放好了 一旦你放進來 它就會變內部圖塊 所以將來如果要再插一次 現在就可以用選的了 只要你插進來過就會變內部圖塊 所以我當然可以再繼續選 雙人床 然後插進來 像這個插進來角度是不是不對 我要靠這個牆嘛 所以我一樣可以打R旋轉-90度 是不是就可以轉過來 轉過來我是不是就可以靠牆壁放了 可以啊 所以WBlocker是把圖塊寫出去 一個是寫出已存在的圖塊 第二個是馬上做圖塊 馬上存出去 存出去之後 我在insert的時候 就可以用瀏覽去把它插進來 只要被插進來過的就是內部圖塊 你就不需要再瀏覽一次了 可以嗎 來 各位試一下 來吧 來吧 來吧